今天来植物园里面吃顿饭 虽然冬天没什么绿色 有点枯黄 但依旧挡不住它的灵奇 哈喽大家好 我是聊聊 今天准备打火车去吃一顿饭 去年杭州开了一家在植物园里的饭店 我一直非常向往 这次终于和朋友们约上饭了 周末晴天赶了个大早 打车可能到不了门口 你还得走几步路 不过正好可以慢慢欣赏这园内的风景 冬天因为天气的关系 整体还是有点萧色的 它是一栋独栋的 带点古风和差距元素的单体建筑 以生辉色调为主 用原木色调做了一些中和 整体感觉克制清凉 关键它在植物园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可以观树叶飘落 闻鸟轻蹄 整个大自然与鸟浑然一体 我们包房正对的一块草坪 想象得出如果夏天草木繁荣 绿荫匆匆可以多美 包厢是配菜纸的 个别菜需要提前预定 沾上香槟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这里是由傅月梁师傅做顾问 它是原来湖边28的少韧形正种厨 这金扇碟子非常漂亮 衬托着高鞋好有食欲 红亮亮的每一块都像果冻一样 而且加了香雪酒腌制之后 更提升了它的甜度 开场极精艳 这一片片颜色相近的 是用了萧山的柳芥菜和舟山的海蛇 一起拌的 两种不同口感的脆物 双剑合璧 缔造出一种新的化学反应 既酸爽又脆嫩 这是浙江传统的糟香鸡 但升级用了目前顶配的葵花鸡 我觉得如果再升一丢丢 我会更爱 这个源自到古菜 古人会把各种食材捆扎成靶 看着就非常费功夫 拿昌化甜笋 逐也燃烧去除水分 从而得到一种特殊的烟熏风味 搭配着精华火腿丝一起 口感富裕 带着强烈的记忆感 包你难忘 这拱桥形态一样的窝碎 最近就比较常见了 它用了青藤椒去呛 四喜饺子 江浙户朋友是非常熟悉的 带着标准型富士富的风格 在一月份刚换过菜单的拥衣亭里 你也见得到这两道 如果是第一次吃这口 还是蛮惊艳的 满嘴的春一样 我个人非常喜欢 全场最赞 用一颗颗逐力精选过的 青绿的小甜豆 漂浮在这清澈的针鱼汤底之上 中间犹如雪球一般大的 回鱼斩鱼丸 口感犹如鲜豆腐一般 斩鱼丸 它是将鱼腩部分 放在猪皮上斩鸡 把剁泥成绒 让鱼色则留在了猪皮之中 从而带上一些油脂和猪油香 这道就有点颠覆大家的印象 你说它是龙井虾人没错 但上面绿色 是用意面手法 做的一个米形叶 反正这个见仁见智吧 我个人只保留意见 赶快吃口重口 我也压压紧 不然我可能觉得 我来了个假杭州 这个汁非常绝 我本身不怎么爱吃西洪醋鱼的 但这道我感觉我可以了 它还是损科鱼 没有用特别高级的鱼 虽然吃的是一条鱼 但其实它是两条 有一条已经融在这汤汁里了 先用文武火交叉烹饪 将这鱼肉化成细粒 煮入这条汁水里面 所以比一般的醋鱼 吃起来汁更浓 味更鲜 玫瑰米醋的酸味也更柔和 不是自己的直冲鼻腱那种 吃完再来口 这个古月雕王顺一顺 整个鼻腔都感觉通透了 哎 宝塔肉来了 现在看可能不接起 但这可是附书 名震江湖的招牌菜 04年 当年在胡滨28一举成名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缩小版 差不多就我半拳头这么大 你可以用筷子提子它 一层层将肉轻轻撕开 特别有仪式感 感受师傅的匠心和精湛道工 然后把它裹进一只银杏叶状的面饼里 它蒸的时候 这里面是没有一滴水的 冬季版里面塞的是 用松针烟熏过的银杏锅 你吃一口望眼窗外的银杏树 特别有诗意 这锅贴开盖的时候巨香 快快一开始我以为是米糕 没想到是山药甲拌的 上面还撒一些特别小特别小的小米虾 又香又嫩 今天蔬菜选的是这个猪油炒冬菜 主食给了我们一人一个这样的脆米丸子 我以为是吃饭糕这种 有人说还没完 结果它端来了一大锅酱板压的浓汤 里面那一粒粒的是白菜玉奶丁 泡过汤之后这饭球啊 竟然在热汤里松散开 变成了一碗又香又烫的泡饭 吃的就是这浓浓的热乎乎的一口 这个有点像广东做那个杏仁豆腐的感觉 但它这里面一片片的是腐竹哦 配一个糖心的银杏蛋 冬天吃来温润又离喉 这变了身的苏式月饼 竟然换成了火腿馅 皮更薄个头更小 一口一个咸中带甜 还有这吉祥如意的芳膏 吃下去极力又讨口彩 可配这咋泥馅的 江南的冬天大多阴了 奥越的风儿好似剪刀 在阳光见顾的屋内 看柳叶涛涛感受阳光执照 这样的行者又有谁能不爱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